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现在要先讲 这张图的格线 这张图的格式 怎么做修改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叫X轴 这叫Y轴 所以当我今天要做格式的修改 所以我就直接点选 点选这一个 设定格式化 设定视觉化 效果的格式 就是格式 以后我都讲格式 然后这里又分两个标签 一个叫视觉效果 像X轴 Y轴一定都在视觉效果上面 那一般式子 可能比较少去使用 像框线 它会放在一般 那我们先改X轴 首先我个人 我个人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X轴2010 2011年就不见了 如果你不想要让它不见 因为它是连续 它是连续 所以它可以跳着呈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10完毕之后是2011 完毕之后是2012 所以它可以跳着呈现 可是如果你不希望它跳着呈现 你就把它改成类别目录 既然它是一个类别目录的话 它这样子是不是等于说呈现 它的日期阶层给我们观看 就是有年季月日 那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要呈现这么多 至少这边要呈现年季月才到月 所以它的一个图表就没办法 就是很容易的画在一张图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用水平卷轴卷动 所以各有优缺点 我建议各位 当你今天你要呈现 你要呈现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看你要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好 这是刚刚我做的 接下来我就希望这个字稍微大一点 这个字怎么把它变大 这个字字形 来 我个人是这个内容用12 这个内容用12 然后这个我会用14 这个月在哪里呢 在标题里面 然后我会用出的 这个Ariel Break 然后用14 这样月就会变比较清楚了 再接下来就是Y轴 Y轴 那Y轴这边也可以看到 它有最小值到最大值 这边因为它是折线图 所以基本上它是自动的方式来去呈现 它从2310万 这样呈现 那我们 我建议这个值先设这里面这个值 我个人还是把它设为Ariel 12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人口数小记的总和标题 其实我很不喜欢它这边加那个总和 所以其实就是人口数小记 那你可以自己打字 当然也可以用它自动 但是字型大小建议使用Ariel Break 14 可以吗 至少这样子我的标题就会变比较清楚 可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没办法完整的看到全部在一个视窗里面 你要用卷轴来去卷动 所以这会牵涉到抓图 因为我们稍后会告诉你分析的话 那你是不是六都的比较 你是不是要抓六次图 而且六张图 你每一张图要抓非常多次 所以这边都是一些问题 建议就是也许你可能会再去做一些调整 好麻烦就请你们先把X轴跟Y轴设清楚一点